親愛的朋友我們訪問到的是台灣宜蘭地區的地方法院法官助理蔡申翰 我記得我認識蔡申翰弟兄的時候 他是在做校園使徒或者陪伴青年 那申翰今天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最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平信徒參與教會的機會都其實蠻多的 那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終身指示的機會是 最重要有一個層面是能夠分享神父做神職工作的一些部分 因為特別在現今聖招就說一直缺乏的這個世代 我覺得教友的服務不只是說去探訪病人或者是看看什麼需要幫助的人 而是能夠分享一些神父聖事上面的服務 我覺得會為牧林扶床工作會更有幫助 那我知道你做過的工作蠻多的 包括校園使徒包括青年的培育包括青年的陪伴 甚至你現在在工作上也會碰到一些牧林的機會 這是不是觸動你來參加這項 或者是瞭解終身指示的工作的一個動力呢 因為我覺得在我現在的工作或者甚至下班之餘就是會有不少的機會 會發現其實人真的會在脆弱的時候 在痛苦的時候其實真的需要找尋生命的方向 對那所以說也促使我開始也不斷去思考說 那我除了在這一些比較是 不是教友的這些工作團體裡面能服務之外 那是不是還有機會是真的是做盛事 透過平信徒終身指示的方式 也來服務自己圈內的這些教會的朋友 對這直接是我一個在 不斷在思考自己的一個人生方向的一個部分 對那剛才呢香港的陳志明副主教一直提到 他說終身指示是一個聖招 盛翰你會來聽這個有沒有去分辨過自己的聖招 或者你怎麼樣了解你的聖招是什麼 我其實恰巧就在來的這幾天 因為也剛好有機會去聽到林四川神父在分享 關於救恩史的這個故事 那也因為藉這個機會還有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就在想的是 過去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麼多的一些經驗裡面 對就是開始在去好像 覺得自己好像在拼圖 一個拼人生的這個地圖 或者說開始在去經驗那一種 被天主帶領的那一個花花草草 怎麼樣幫我帶領走到主所願意祝福的那個路上 或者說在我生命當中 專屬於我流奶流蜜的那一塊福地 對所以說其實都我還在一個分辨 在考慮在想的過程 或許有別的可能跟機會也不一定 但總之我覺得今天的想法就是 來這裡看看 有時候人家聖招的廣告都會說來這裡看看 對來看看然後來看看 那或許在這裡面也自己在默想的說主 那會是這一個方向嗎 還是有沒有可能是別的 讓天主聖神也來帶領 對 所以你的分辨方式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知道你可以答覆聖招 成為神父 你也可以走上婚姻的聖招 你怎麼樣去分辨 其實我這已經是我這幾年來 一直始終不斷在想的問題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有一塊簡單的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其實我知道我自己生命當中發生很多 被祝福的那個巧合 當巧合 很多的巧合開始在累積累積 後來再去回顧的時候就發現 這麼多巧合 然後當你在整理整理整理的時候 好像就是冥冥當中真的可以拼出一條 大致上可能走的方向 當然在這裡面我也必須跟自己的信任的神師 或者是為我禱告的弟兄 不斷的反覆去交談 那感謝天主啦 因為這些交談的內容 我知道到後來 這一邊跟著這些巧合 就是天主願意或許真的給了我 那麼一些記號 跟自己所信任的神師 或為我禱告的弟兄談話 這有些時候很不可思議的 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同一件事 成為合一 所以我可能會在這個部分上面 會相信說或許真的是這是一個路 這樣子 對 所以可不可以簡單的告訴我們 你會希望成為終身職事嗎 是真的有在考慮 對 因為我自己也清楚的明白 我也想要走向結婚的路 所以說 在今天的一個講座裡面 肯定的 真的是要先 應該是先會讓自己 或許走向一個婚姻的路之後 或許再考慮看 是不是跟自己的另一半 也有可能在這裡面看看天主的計畫 對 那 的確是有在 會有想 對 但是那個想只是一個 一個 還沒有看到很具體的雛形的那一種 那一種想像 對 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 好 有聲音以來的 接著 所以 到